文明发条鸟来源,独走现实中的你我或许生于平凡,终于平凡,但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,抓住眼前,从小是做起,属于你我的幸运也会不期而遇。 这几天,网络最火的就是支付宝经理女孩姓小呆了,以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,她抽中了支付宝年度大奖,总价值几乎算超过三百万元米币,得知自己被选为年度经理女孩的她,不禁发问,我下半生,是不是不用工作了? 三天时间内,而T小呆微博新增本丝达到九十多万,网友纷纷感叹,信什么经理啊?信小呆就行了,考虑自然来,面对如此盛况,养人感慨。 生活中,我们常常对着百万,千万分之一的幸运儿,怀有无比的憧憬,羡慕,好像生活欠了每个人一场一夜暴富,而我们日常的努力,似乎在她面前显得渺小无比,审视无趣。 但比起不知何时能眷顾自己的大馅饼,祝愿当下,更是绝大多数员能够主动把握的机会,如果能做到这三件小事,你就是带给自己幸运的锦礼,坚持坚持,就挺过来的前两天,新一季中国好生意留下了帷幕,令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总冠军,而是那个合音出身的普通姑娘,刘炬格。 他的故事,说来话长,他用了九年时间,才走到中国好生意的舞台,一闪歌喉,他的故事,说起来了又很短,因为过去九年,他一直在做这一件事,合音,奔波于全国各地大小舞台,给不同的歌,首合音,其中也包括曾经的好生意冠军梁博,尽管是给大牌明星做合胜, 但这对于一个歌者而言,依然是件很憋屈的事,不能唱自己的歌,不能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嗓音,不能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舞台,自己终究是大人物身边的陪衬。 这种渴望而不得的感觉,旁人很难感同身受,但他从来没有因为一时的艰辛而放弃歌手梦想,歌星一代又一代更迭,更不用说他们身边的合音,只有脚牙坚持,才有出头之日,从幕后走到台前。 这条路,一走就是九年,终于,一首《No Fair In My Heart》,我心无所惧,唱出了刘俊哥的心声,他在台上放肆的笑,买力的嘶吼着,他明白,为了这一刻,真的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。 当你真正做到的时候,你会发现,这一路上吃过的苦,都泛着一丝丝的甜,梦想是个很俗套的字眼,但是真实的支撑着我们前行,反观半途而废的人,常常把梦想二字挂在嘴上,心中却早已选择一条看似平坦却极为拥堵的路。 走向平庸,生活从来都需要一点一滴积淀,罗马并非一日建成,也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,坚持的过程很苦很累,但留下的每一滴汗水终究,会结成晶莹的果实。 既然认定了路,就坚持走下去吧,自律,才能带来自由随着影的大火,张一谋一无数次重回人们的视野,而他近期相当低调的原因,是因为他,毛娜,宁主演邓超也直言,张一谋在拍这部戏时,还在负责着G20峰会,和冬奥会的文艺晚会,每天都要开会,做很多事情。 同时,邓超在采访中,还透露了一个关于张一谋的小秘密,他称对方之所以在68岁的年纪,还拥有如此厉害的精力,得益于饮食习惯,活食晚上从来不吃饭,只喝个酸奶,吃几个干果简单果腹。 68岁,本该是安享千伦之乐的年纪,再加上年纪大了,身上总会有点小毛病。 张一谋却和一只年轻人天天不在第一线,如果不是高度自律,很难想象如此大的工作量怎么扛得住。 张一谋自己也曾坦言,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,不会舍待自己,不懂得享受。 回想我的经历,一步一步碰上的好机会。 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,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,你还在浪费时间,虚度光影,说不过去。 所以,我也习惯了,自律,用功,同样自律的还有全家州州长艾诺施瓦辛格。 自从卸任州长之后,施瓦辛格便开始积极锻炼,努力重返影坛。 最近,71岁的施瓦辛格,宣布自己将回归经典电影终极者系列。 为了重塑片中等剧形象,每天泡在健身房里。 施瓦辛格的自律程度,但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,反观身边的朋友,刚刚步入中年,每天回家恨不得和沙发合为一体。 宁愿在家泡点红枣勾起,也不愿意出门活动活动升起,一边埋怨着生活一点都不自在,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,一边刷着朋友圈不亦乐固。 可真的是这样吗?每天无节奏的夜宵外卖,下了班毫无锻炼计划,一到周末便放肆抱也抱时,身体再好也撑不住这么折腾,做不到自律。 哪里有自由?你看,想做到自律也并不困难,丢掉你的可乐薯条,取消你的外卖订单,认认真真给自己定一个作息计划,然后再拿你的夜宵钱,去办张健身卡。 然后,动起来,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,如此一番,真切的感到生活越来越充实,自由支配的时间却只多不少,一年下来感冒不了几次,前也慢慢散了起来,一切都在好起来。 对了,你知道吗?每天早起看到日出的感觉真的很不错,所以,从现在开始,对自己演一点,健康会是你的,自由是你的,好的生活也是你的,生活到处是绊子,你得往前看,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,哎,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啊。 我的同事也曾直言,每天最放松的时刻,就是把车开到家门口,坐在门前,出一支烟,什么都不去想了十分钟,想一想,自己那么卖力的工作,卖力两家糊口,还要饱受生活打击,时不时就有点事堵在胸口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心酸呢? 可生活时时刻刻,都想给你使半次,迈过去了,豁然开朗,迈不过去,就活在挫折的阴影之下,演员胡歌,曾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毁容,让他陷入了厌异的,低谷期,那段时间,他无比徒徨,对未来的迷茫,对过去的反省,在那段时间全部涌上心头,一肚子苦水只能造给自己, 如果他就这样沉沦下去,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就,但胡歌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,反而坚定了自己打磨演技的信念,一个尽头,一句台词,他能反反复复练上无数遍,直到导演觉得真的可以了,每个动作都可以当作范例,他才罢休,胡歌也从此摆脱小仙要真名,成为人们公认的演技派,生活对胡歌职业生涯的 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,但他硬是让挫折在他面前吃了一笔子灰,英国著名作家约翰·克里希在成名前,曾收到过743张退导单,每一张都是一次挫折,但他却说,不错,我正承受着人们不敢承受的倒量失败的考验,如果我就此罢休, 所有的退导条都变得毫无意义,但我一旦获得成功,每一张退导条的价值,全部将重新计算,是啊,如果你就此举手投降,不正被人说中了,你就是个蠢才,但在这时挺下去,就有发牌的机会,觉得累了,就早点睡,觉得日子苦了,找个地方哭上一场, 然后振作起来,重整旗鼓,如果你能做到上面三件事,真的不必羡慕支付宝经理的天真好运,因为你已经成为带给自己好运的经理了,毕竟,那么幸运的人只是万里挑一,更多的人还是要回到生活,默默奋斗,现实中的你我或许争于平凡,忠于平凡,但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,抓住眼前,从小时做起, 属于你我的幸运也会不期而遇,即便改变不了命运,能够越过越好也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啊。